275 東方日報 個人護理品佔比維達企增至20% 2015年7月18日產經B02以生活用紙起家的維達033331 將滲透個人護理產品市場 主席李潮旺宇股 未來兩、三年內地生活用紙行業營產能過剩 但強調維達現時產需平衡 但集團中長期目標將集中個人護理產品 維達作以近全日高位收市 最終升4.41%至18.46元 維達行政總裁將東方指 三至六年內期提升個人護理產品的營業額佔比至20% 並托個人護理品專銷渠道、園母營店、養老院及醫院等 去年第四季起 為特取得多個愛生雅國際的個人護理圈巢牌經營權 截至今年6月底至上半年 相關營業額因此大增約4.81倍至約1.59億元 佔比3.36% 他說 個人護理產品模利率相對較高 由於有意加強個人護理業務的研發及前期資源投放 料市場推廣費用將手拉高 為整體經營日利穩定 電商收入升佔一成里潮旺坦然 內地生活用紙競爭激烈 但未來熱內仍有不少機遇包括老年花、放寬一孩政策等 因此為特在內地經濟身上看下 相信消費者升級有利行業增長 今年上半年維特電商渠道的收入比例 惡年初預期增至近百分之十 將東方續指 有研究了2020年內地電商將佔總零售額百分之二十 故公司將以市場同步增長為目標 維特財務總裁盧托斌稱 公司過去每年資本開支約十億元 預期期後資本開支將維持穩定 市場關心維特色逢三十週年會否炮製驚喜與股東如特別色 但李潮旺坦表示 做好公司就是對股東最好回報 未有正面回應股色問題